因為遇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今天報報議員是 寄溫和適時冷冷的天氣 所以有很多民眾是去洗溫床 有約者說今天可以開門 可以約不到四點鐘 就這麼多人去拜託 所以是一早 台中大客 溫泉庫就開門了 打溫床的民眾 遇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在去中部寄溫只有十八度左右 很多人都來這裡報道 走村 走村 而且他的溫泉是新納泉 就是對皮膚很好 天氣上也有影響 有影響 因為這幾天天氣 比較寒冷 濕冷 就想來泡一下 對對對 這幾天在下雨 都帶小孩子來泡溫泉這樣子 比較冷就對了 對 比較冷 比較冷 溫泉入假表示 今年過年天氣的狀況不好 加上疫情悠然有應悠 民眾比較早起風景區 專來泡溫床消費的狀況比翁年 更多 其實一天可以來到四百人家 雖然政府沒有規定 控制要掛水 但是民眾離開泡溫床的苦惡 都會主發性來掛水 普遍都有風險的關聯 今年的過年 應該是疫情的關係啦 大家不敢外出 都選擇來這裡泡溫泉 我們這裡的一大早 從早上六點到十點 就將近要兩百人進來 去上級基礎 適合這波冷空氣 越暗越冷 其實晚上到午後的早上 中部伊伯跟東北部地區 有機會出現十二度的減溫 請民眾做好保暖的措施 記者 台中報導 都